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Costco 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又从Costco买了哪些好吃的东西回来 那我们有从Costco拿了一盒这个面粉回来 这个其实是低筋粉 它其实是可以用来做waffle或者用来做cake之类都是可以的 那像这一个面粉呢,它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它是100% whole grain的 它是完全用穀物来的 那完全用穀物去磨碎的话呢 它的营养价值就会保留的更多 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它的protein蛋白质含量会比一般性的面粉更加高一点 像它这样子一份的话可以有14克的蛋白质 其实是蛮高的 我们有从Costco拿了一大袋的pecan回来 在坚果当中呢,其实按照营养价值去排序的话 我觉得核桃和pecan它们是排在满前面的 还有那个夏威夷果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好 它们有着对人体非常有益的油脂 同时呢,它们的含糖量也会比较少 你会觉得很好奇,坚果也会含糖吗? 对哦,坚果其实也含糖 像腰果之类的,它的含糖量其实就不算低的 那有很多北美的小伙伴都会说 啊,这个pecan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吃 就是烤出来好像味道不是特别好 不用担心哦 因为我接下来会做一个关于pecan的料理 那到时候大家可以看 保证你们会喜欢 这一袋chia seed的它们这一次有打折 那chia seed是我们家里平时会常备的 它其实有一点像黑芝麻 如果你把它泡在牛奶里面 它其实是会膨胀的 那我个人喜欢把它当做芝麻一样的来吃 就是烧好的饭菜啊,撒在这个上面 像chia seed的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说 它也是非常有益的 它可以补充你很多的铁 它可以补充你很多的omega-3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纳入我们的日常饮食食谱的 非常非常的推荐 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可以去试试看 重中之重 Costco这一次它们的三文鱼有打折 这样子一袋包的话 它里面会有七份 而且每一份都是帮你深空的独立包装 像三文鱼这种深海鱼类嘛 一个星期如果可以保证两次收入的话 或者更多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有拿一袋这个brussel 那这个brussel是我每一次去Costco都会必拿的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brussel 像这个brussel的做法有很多 有时候你只要把它放在烤盘里面烤一烤 甚至都不用动手去炒 就可以是一道很简单很美味的料理了 我先生有从Costco拿了一袋带的 CAPCO的这个Pedal Chips 他自己很喜欢吃这个Pedal Chips 那我从来没有试过 我们来看一下吧 它是原味的chips 口感比较的硬比较的扎实 然后它的调味很简单 就是撒了一点盐 但是我自己没有特别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吃那种硬硬的那种口感的话 然后你不介意吃原味的话 那么它可能是你们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像我先生就特别喜欢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口感很boring 然后它用的原料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薯片就是用了一些油 用了一些盐 但是我想说的是 它用的油不是那种质量特别好的油 所以如果你对健康特别有要求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给过滤掉 这一次Costco的牙膏有打折 所以我们就拿了一盒牙膏 上次去看牙齿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 其实牙膏对于牙齿来说 它的作用没有那么那么大 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使用的哪一个牙膏 你的牙齿就不会住了 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情 牙膏的作用只不过是 让你在刷牙的时候 可以更加enjoy 可以更加享受刷牙这个过程 从而让你延长刷牙的时间 真正对我们牙齿有帮助的 还是你的刷牙方式 以及你的刷牙时间长短 所以呢 在此之后呢 凡是我去买牙膏 基本上是哪里打折 我买哪里的 那这一次呢 Costco这颗牙膏就打折了 我们就果断的入手了 这个是给我女儿买的 它是有机的 而且它是能gmo的 那我们可以拆开来看一看 像这样子一个呢 它是50大卡 它非常非常的香 非常非常的脆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松 我有一点想说的是 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有糖尿病 然后他就吃这个 他说啊没有关系 我稍微吃一点 这个含糖量很少 其实我想说的是 其实像这种 它生血糖是非常非常快的 它不但外面裹了一层糖浆 然后它里面本身就是Rice 就是那个大米 所以它本身就是 非常非常生血糖的食物 又因为它到了你的嘴巴里面 入口即化 所以它对于 对于血糖控制来说 其实不是那么那么的友善 因此如果大家是 有血糖方面的问题的话 这个还是要 谨慎 控制量的 这个是韩国风味的猪肉铺 那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一个猪肉铺 其实它的味道还蛮好的 然后它会比较偏甜 但是它非常适合亚洲人的口味 所以像我先生就很喜欢 因此他就拿了两大袋 好 Costco这一次呢 他们这个grassi的牛肉铺 他们也有在打折 那这个我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它真的是我个人 非常非常推荐给小朋友们吃的 因为它用的这个牛是grass feeder 草丝牛它们的营养密度会很高嘛 同时呢它也是有机 Oganic的 它的蛋白质含量呢也蛮高 如果你摄取28克的话 那么其中有10克都是蛋白质 同时它的含糖量 我个人觉得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所以其实 营养价值的结构来说 我会非常推荐这一款 我们有拿一大盒的这个卫生棉条 怎么说呢 拿的时候没有注意拿回家了之后才发现 它不是普通的那个卫生巾 它是要 放到里面去的 然后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个 据说 用惯了这种的人 他们是不喜欢去用卫生巾的 但 如果大家有用过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告诉我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我还没有拆开来 万一反响很不好的话 我起码还有机会去退 这一款是他们的咸蛋黄酥 这款饼干真的很好吃 那像这样子的一大包里面 它一共会有60块这个小饼干 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 但是那种酥酥的 然后还算是蛮有韧性的饼干 你可以吃得到一点点咸蛋黄的味道 不会太浓 我觉得要比咸蛋黄鱼皮好吃很多 Costco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我们这一次有在里面看到个枸杞 然后我就很好奇 它和我们平时在中国超市里面 或者在药房里面买的枸杞 有什么区别 这一个枸杞它是有机的 然后它也是GMO的 真的不一样 你也想吃 它是那种 你可以把它当作葡萄干这样子吃的 就是它有烘干 其实这一个枸杞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物 它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你所吃到的枸杞的甜味都是它本身的甜味 它是一款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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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就这样子单口吃也很好吃 那也可以拿来泡茶之类的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一款是Costco他们家的banana pending chips 我个人超级超级超级喜欢吃芭蕉片 这一款芭蕉片它非常非常好 可以看到它的原料里面 它就是用的这个有机的芭蕉片 用了一些椰子油 还用到一些喜马拉雅盐 那在这里面椰子油的好处我之前有介绍过 同样的喜马拉雅盐的好处我之前也有介绍过 就是它用的成分不管是它用的油还是它用的盐 都绝对是质量非常高的 然后这款banning chips的话 它也是有机的飞转精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太赞了 哦 它比较淡口 会越吃越香 如果你喜欢吃banning chips 喜欢吃芭蕉片的话 那你可能会喜欢它 它和香蕉片最大的区别在于 芭蕉片它的含糖量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的甜度就不会有香蕉片那么的高 但是它会很香 是那种越吃越香的感觉 它的味道对于我来说 五分里面我还是可以给它给到四分的 我们有从Costco拿一个这个酸奶 这个是Liberate Costco这个牌子的酸奶真的超级好吃 它好吃在哪里呢 就是它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口感 它的奶香味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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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味道 它有两个口味 一个是草莓 还有一个是椰奶 不管是草莓还是椰子 我都觉得非常的赞 你们有人像我一样爱舔酸奶盖子吗 我是真的超级喜欢甜 以前在我家里面 唯一和我抢酸奶盖子就是我家的狗 为什么喜欢吃这个酸奶盖子呢 因为酸奶盖子上面那一层奶 它会变成一层奶洞 是所有的脂肪的凝聚体 所以它的口味就会非常非常的绵密 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先生在催我拍下一个视频 但是你们相信我 这一款酸奶真的超级好吃 真的是再吃一口 我们有从Costco拿一罐 Azai的饮料 OK 它是有机的 然后能GMO的 它其实有着非常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这一次正好有打折 我先生就买了一罐 他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吃 但是这个因人而异 因为我对它的口感其实 我们有从Costco拿了一盒Milk Da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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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它是用夏威夷果做的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夏威夷果 其实是很好的Nuts对吧 它里面一共有六袋这样子的包装 像这样子一罐下去的话 它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糖 如果你对于乳汤不耐受的话 那像这个夏威夷果奶 其实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还可以 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坚果的香味 而且一杯的话它只有40大卡 它的热量是全脂牛奶的三分之一 我自己觉得OK 还不错哦 我们还拿了一袋这个 有机的鸡翅膀 那像小朋友他们有时候 给他们烤一些鸡翅啊鸡腿啊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鸡翅膀其实是很多鸡 他们激素最聚集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很担心 哇天哪 他吃这个鸡怎么办 会不会早发育 那像这种有机的话 就会稍微的心里上面会舒服一点点 这一袋是PASCO他们家的 BOOM CHICKA CHICK CHICK CHICKA POP BOOM CHICKA POP Anyway 我个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吃爆米花 但是这一款是我超级喜欢的 它外面有撒一点淡淡的糖 所以吃上去甜甜的 然后还有一点鲜鲜的 然后还有一点鲜鲜的 本质就是非常好的口感 就是一款会让人上瘾的爆米花 哦 最后了 我们有从Costco拿一大袋的 Ogenic Brown Rice 灿米的营养价值更加丰富 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Costco 我们从Costco买了这些东西 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继续关注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